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 我觉得显卡股我会比较保留一点 因为毕竟显卡跟NVPC联动性非常的高 甚至跟过去的虚拟货币挖矿 我觉得就是比较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那显卡最近的反弹可能市场在期待 第一个NVIDIA推新品有利消化库存 但是库存的消化并不是马上就见到 然后整个显卡的报价就要起来 绝对没那么快 所以我比较倾向于说 比较定调跌升性的反弹 我会这样去看 因为其实你看历台汉迅都好 去年的营收获利这样子由营转亏下来 你说今年要马上起来 我觉得没那么快 那这几天的反弹 我觉得跌升性 大概一两日的行情 有时候就是短线的一些点货 那如果游戏我们扩张来看 刚刚谈到CS 如果从元宇宙到手游相关的软体 尤其中国大陆最近去年底 是开放境外游戏的审批 这是过去没有的 我反而认为 从你说VR元宇宙这一块到手游 我觉得是比较乐观 第一个如果以宏大电来讲 当然也是寄望新品 甚至是今年苹果 也会推它的VR装置 当然这次CS是不会有相关的资讯亮相 但是我觉得对于整个 从VR装置的部分 衍生出来元宇宙相关的运用 我觉得在今年也会是 消费性产品的重头戏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以短线来看 宏大电我们就先不看基本面 因为它有时候走的一个题材跟技术面 我觉得比较具有参考性 昨天一个红棒先上去了 又有CS这样的聚焦 我觉得短线可以去留意 那手游的部分 刚刚凯明有带到 农历年后回来的2月2号是 台北电玩展 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题材的发酵 它绝对是还有时间 而且本来这个寒假就是旺季 所以我们先看游戏的古王心象 因为刚刚谈到元宇宙 其实它最近它的一个旗下的游戏 明星三缺一 也跟这个NFT的相关应用作结合 所以心象来讲 我觉得也算是游戏股当中 本益比都还算低的 因为它去年可以撞到四个股门 1PS 40块 然后投信是去年底开始跳进来买 买了一千多张都还没有停下来 所以心象看起来整个走势是蛮漂亮的 当然我觉得它的操作就是不追高啦 那你等拉回 比如说接近5日时日线再买都OK 那古王绝对是具有指标性 游戏的古王创高的话 刚刚我们聊到嘛 中国大陆市场在去年底 开放了境外游戏的版号 那台场当中唯一有拿下版号的 就是3083的网绒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今年第一季来讲 能够吃到中国开放这个游戏版号商机的话 就以3083的网绒作为指标 因为它旗下的游戏黄义群下转重生这一款游戏 第一个它的玩家的受众群是年龄层比较 这个大概中高的 因为是过去的怀旧游戏 所以第一个除职的能力 所谓就是课金的能力是更强 那目前也是台场拿到版号当中 大概可能今年第一季就会正式的上线 那来自于元宇宙的运用的部分 在去年底是台湾上市的这个吞噬天地多元宇宙这一款新游戏 也是结合了NFT的功能 所以这个部分对于玩家来说 未来这种手游结合NFT GameFi的一个部分 跟区块链技术的结合 它是一个趋势 所以对网绒来说 我觉得以今年第一季营收来看 应该有机会缴出来亏转赢的成绩单 所以短线来到这个位置去 我觉得均线的形态还是蛮强的 所以操作的部分都还偏多 像橘子你可以看到 在最近投信也跳进来买 你看橘子的股价大概12月份 就是横在那个66块的区间整理了一个多月 然后一直到最近这几个交易日 才放量去做喷出 那目前看起来整个形态也是相当漂亮 所以我觉得游戏股今天的休息 我觉得还没有停 应该是说休息在上 搭载的题材甚至是中国的游戏的政策 陆续比较开放之后 它是一个长线的利多 又有短线的题材加持 我觉得拉回来还是可以偏多去做布局 好的确不只是今天台股当中游戏股 还有包括今天香港市场当中的游戏股也很强 因为港股当中也是有这个春假 还有包括了现在很多游戏的新版号的审批过关 所以香港今天在游戏族群的个股也是走高的 但这就是一个季节性上的一个题材特色 但是以往的经验也是如此 但指标但心向看到他是股王 他可以继续走高 那他就最好就是要带头 这个带头续续长 但是通常这种网路游戏股的部分 我也请教玉堂 操作上都是在农历年前有这么一段 今天在港股的部分也是涨到什么阿里巴巴 还有包括什么哔哩哔哩 这些游戏股的部分也是蛮强势的 但是会不会也就是这一段 常常是在上涨当中 真的还不能报过年吗 会不会再报过年之后会有一些压力 这我们怎么看它的一个指标 还有包括怎么看它这种游戏股 常常在一月二月当中的操作 要注意的事情 没有错 因为刚刚凯明谈到 能不能报过你的大家关系 因为短线真的题材很热 你刚刚看到这些港股休闲娱乐 相关的个股涨幅很多 是不止10%二三成之多 那台场当然我觉得联动性 甚至受惠绝对有 因为我刚刚谈到 中国大陆政策转向 你说短线题材也好 长线也好 那我认为这次是可以报过你 因为刚好游戏展是在二月二号 是在农历年回来 所以我觉得在游戏展的前后 它还会有一些发酵的空间 以前的游戏展我没记错 通常都是农历年前 就是举办完毕 那这一次比较晚 是在农历年后回来 所以我觉得报过年是OK的 尤其我刚刚谈到 举例来说像星象 这种有业绩支撑的游戏股 它走的绝对不单单是题材 因为去年都可以赚四个股本了 配息稳定的殖利率 法人也在买 你也可以视它为基优股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比较 从农历年前你可以 着量布局报着 不一定要说报太满 那另外如果说 投资人在看可以报股过年的 我觉得就是政策做多的 我们之前在年前就谈到 除能绿能这一块 我觉得方向还是没有变 我觉得在年前我们举例到一档 那时候是华城 你看华城也是 年前我们聊到 它是比较偏于外资的财 我们说外资放假 华城可能先休息 它12月份大概就在 那个47到50元区间整理 然后这一次 2023新利年回来之后 两天就拉了两根涨停 跟我们年前所分析的 操作的方向是一致的 真的就是这个新利年回来之后 法人突然也回来买了 而这次回来是投信 投信昨天大买 外资也有买 那形态上我觉得 当然它不算低位节 但我觉得有一点点 你说补涨也OK 但是不到算低基席补涨 因为中信电创高 所以华城也攻上去了 那当然今天有些波动比较大 会提议同事要稍微注意 像森微能源 因为已经先涨了一个多月 我今天冲高 留了上影线 那3027的盛达还OK 但它位阶也蛮高 因为从去年大概20块 已经涨了一倍 目前你大概可以以月均线 作为支撑观察 那我们过去有提到 比较落后补涨的 类似像是1529的热氏绿能 热氏绿能今天也拉了一根红棒 就符合我们过去谈到的 低基席补涨 那再来我觉得 目前位阶也还非常低的 比较没有被市场注意到的 应该是做智慧电表晶片的 6233的旺九 因为旺九在过去 就是跟工研院合作 开发在这个台电的 智慧电表晶片 那我觉得它比较 没有被市场留意到 但是你仔细去观察 台电所释出来的 这个强热电网计划当中 已经在今明两年 释出大概快200万具的 智慧电表订单 那到2035年吧 全面要态换 大概还有1400万副的 智慧电表要替换 那旺九本来过去 就是专注于这种 节能power meter的 这种两侧IC的部分 所以在智能绿能相关 应用IC的部分 对旺九来讲 我觉得它是有机会 吃到这一块商机的 因为它所转投资的 这个4588的九顶 九顶电力 是在新贵挂牌的 那在去年也拿下了 台电的智慧电表的标案 大概11亿元左右 所以对于6233旺九来讲 它在相关的智慧电表的 这种两侧IC的出货 甚至相关的智慧家电 绿能节能 这种power meter的IC 我觉得中长其实是看多的 所以以位阶来讲 我觉得最大的优势 就是机器够低 因为这一波没有涨到 但是你去看它的 K棒形态 昨天回到黄色那条季线 见到支撑 然后拉了一根红K 今天再攻高 长线来讲 位阶它是够低的 所以我觉得最近的选股一样 当然产业方向 大概就是游戏内需消费 这些为主 但是你可以转进到一些 比较落后型的个股 因为我觉得最近会走一些 补涨性的行情 从这样去选择的话 我觉得比较有机会 在农历年前 可以投资成赚到一个红包财 依需概念题材个股 政策利多股 成了现在台股当中 比较抗跌的险薛 我们刚刚看到一个最近消息 可能让最近也准备想要出国旅游的民众 可以放一点心了 因为前几天跨年的时刻看到出国旅游民众居然大塞机 然后人到飞机上了 行李还没上来 所以整个形成大抵累 主要是从长荣的行情人员 要代工 还有包括要抗议他们的年终不高 等等的问题 但是现在连华航子公司陶秦 也一度传出 想要在农历年的时候 一样要有这样的诉求 不过刚刚看到了 刚刚企业工会的六大诉求 跟资方已经达成了共识 最新消息 陶秦的罢工警报应该是解除了 资方善意回应 说可以给予调薪4% 甚至年终一个月加8万块钱 还有激励奖金1.5万元 所以这个陶秦罢工应该是警报解除 因为陶秦在桃园机场的地勤工作量 其实最高 高达七成 现在春节的运输任务即将到了 现在有提出了年终奖金发放 还有包括加奖金的这种方式达成了具体共识了 所以应该在陶秦的部分是解除罢工危机 那长荣行情的部分可能就要看长荣公司如何的应对了 目前这是华航子公司的桃园行情的部分 警报解除 但是长荣行情的部分 不晓得有没有达成共识了 最新消息 好 这当然也让大家松一口气 尤其是准备要出国的民众了 大家最怕的就是行程delay 甚至是人到了行李没到 这真的是大麻烦了 好 当然看看台股的部分目前是跌八点左右 回到一万四千两百一十七点 成交量的部分刚刚看到是一千三百七十九亿 除了刚刚讲到政策题材的利多 还有包括今天 在这个比较明显的反应族群身上 但是原本的强势股 像昨天反弹的个股 今天却拉回的这又怎么看呢 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显卡之外 是显卡还好 小回而已 但是像ABF载板族群 昨天好好的呈现走高 今天全部又压低拉回 甚至盘中的低点 还是有把昨天低点给跌破 南电223块 我们看到股价表现 今天最低是21.5元 新银电子的部分 今年股价也是 呈现了盘中有再侧低的压力 紧硕也是 ABF载板三雄 就算有业绩 在去年很好的成绩单 南电 今天看到头条消息 你的业绩很好 不错的 甚至12月营收报告 应该也不差的 但股价却是跌给你看 这怎么看待 ABF三雄 昨天好好的 今天又拉回 甚至又破低 代表说 它的震荡 走势 修正 还没走完吗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来讲 还是先保守一点 因为第一个最近 这种所谓电子半导体相关类型的个股 人气比较弱 这第一点 我觉得杂印也比较多 那第二点 当然乐观一点去看 就是利空在去年都已经见到了 是不是在股价上有机会逐底 我觉得这是乐观的情况 你看新兴的股价 目前就是回测到去年10月份的 这个底部区 8046的南电也差不多 因为这一波整个均线都弯头向下 那原则上当然 这种个股形态 我们不会说它是一个多方 甚至是技术面上 也没有见到比较明显的说 底部确认 比如说一个晚行底浮现都没有 然后法人的操作 也不是这么积极在这一块 就像我刚刚聊到的 这一波台股在动的 都不是这些所谓的电子 PCB 半导体 这些类型并不是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要去低接的话 我觉得不急 因为我觉得你等 如果以基本面 当然可能南电新兴紧收 但是不差 只是真的大家担心 今年的衰退 所以你比较难见到 我觉得从营收的角度 获利比较难去看 我觉得这种可能从技术面去找 就是说我刚刚聊到 你像第一个季线向失守 如果你要布局南电的话 我觉得至少你等他 比如说打了一个 比如说U型底 或者可能他有一个W底 然后黄色这条季线 能够站回来的话 然后有见到法人比较转买 我觉得你等这样的讯号 在竞争场都还来得及 与其就像前一波拉回 你拼命去摸底去低接 真的有时候这些弱势的个股 你会接到手软 你也不知道底部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载版三雄的部分 我会建议空手者先观望 不用急着在这个地方进场 好 这我们看到 在ABF载版族群的部分来检视 但是也到了最后这几天的时间 我们要准备封关之前 这两周可能要思考着 到底要不要报股过年 到底要选跌生的 还是说选强股 抱起来比较强很强放心 这时候投资朋友都在最近选择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在个股的题材当中 昨天强的不见得 今天就跟着续强 反而轮动的还是很快 但比较确定的就是 亮缩情况之下 中小型个股比较会涨 比较会涨 就像今天贵买指数一样 今天贵买指数比较会涨 维持在上涨走高 在贵买人气股当中来看到 包括今天早上有元泰 还有建达还有金居 这些个股 这些个股的上涨 反映的一件事情 刚好也都是KD低档 刚刚黄金交叉的个股 蛮多都是KD低档黄金交叉的 金居还有包括刚刚讲到的元泰 都是KD在50以下 刚黄金交叉 这是一个选股方法 这也可以成为 现在在台股过年前 滴滴买比较放心 而且有在转强的个股当中 可以比较安心赚价差的吗 你会怎么建议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就是也呼应我刚刚谈到 低基期从技术面去找 那举例来说 当然KD店的滑金交叉 再配合我觉得产业趋势 比较有它的明确性的话 那市场的共鸣度会更高 像仲奇因为营收很好 位阶够低 KD又在低档 所以今天直接跳上来 那再来你去看到 类似像有黄金交叉的 可能像圣达 但是我觉得圣达就不符合 我刚刚所谈到的低位阶 这个可能投资朋友 稍微再去筛选一下 KD也是在低档交叉 但是因为它位阶比较高 它是属于比较强势的 一个整理形态的个股 那你操作上就留意 那如果是低位阶 又有政策做多的内需消费 类似像网加 你看今天说 大家要发这个年后发6000 这个相关的内需观光指标 今天动起来了 你看网加过去没有涨 也没有说它业绩多好 如果财报商摊出来看 并不是说特别亮眼 以电商股来说 但是低位阶嘛 KD在低档就有推升的力道 因为相对的你看 像前一波先走强的是 2707的精华 它绝对也是内需消费的观光指标 但是发现精华反而涨不太多 没有因为年后全民领6000的力多而公高 因为去年第四季已经涨一波了 所以在年前风光我们还有谈到 它的月线失守 白色那条失守的情况之下 你要小心就是 必定涨多股 它会有一些获利调节的卖压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就是 在选股面上 用轮动的格局去看 所以同样像是内需指标受惠的 我们过去有聊到像5905的南伦湖 南伦湖过去在观光事业的部分 南部地区的海生馆 墾丁的一些度假饭店 还有这个国道休息站的部分 原则上今年营运状况应该会比去年好 我觉得这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呼应刚刚所谈到的 节能除能这一块 南伦湖在转投资的这个 台南渔电共生案的部分 在今年上半年陆续并网发电的装置容量 可以达到160万瓦 总方式电量大约可以到1.8亿度 这个对于南伦湖来讲 这个转投资的贡献收益 大概可以达到5亿元之多 他也是呼应刚刚谈到的 位阶还在相对底部区 还没有涨到的 也可以受惠观光 还有政策做多指标这一环的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选的话 找一些比较落后的 这一波没有涨到的 反而我觉得是比较有机会 在农历年前 在这些买盘推升之下 再往上去做一个补涨的行情 好 这是我们看到内需消费概念股的题材 当然受惠的就是在 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个政策力多 的消息了 那就是还税于民 政府操征的税收 在总统昨天下午也谈话当中 提到 宇诺就用发现金的方式 重散如流 行政院长苏仁昌今天就宣布说 这其中就会用拨款方式 希望可以拨到个人的账户里头 但是希望可以在立法院的同意之后 然后进行施行 传出可能每个人可以领到6000块钱 听听看他怎么说 他对于1800亿准备预留400亿来应付 不时之需 但其1400亿来让全民从小到老 能够共享经济成果 每人6000元 我们现在密集在进行中 一定案后就会经由行政院会通过 在送请立法院审议同意 我们希望开春以后就能给全民一个新春的祝福 但这些都必须要有绵密的作业及立法院的同意 我们看到是希望在开春之后可以给民众一个开工红包了 这是我们看到是不是有这样的机会 全民领6000块钱的退税这个大红包 对于低收入户来讲还有加码 而且是用每个月的加码方式来做补贴 中低收入户还会有加码 这是目前看到行政院打算用这种还税于民的方式 让全民可以领到6000块钱 每个人都有 但是好像也没有排付了 以目前看起来在立法院的一个回应当中 看起来好像不排付 全民共享 好 大盘指数现在跌两点 准备进行撮合之前 其实今天有几档个股 在开盘的表现上 有这个蓄弱的像鸿海 这是龙头股的鸿海 在平盖股当中 到底是不是让鸿海最近持续有压力 到底跌在这里 到了99块以下 该买还是该卖 持股之前一路都有手 觉得说99块5的价格不会破 想不到开年却破了 这时候怎么看待 鸿海开年的这种修正 另外华兴 华兴今天是开高又走低 一样是在传产龙头股当中 却又出现原本早上的红K 现在变脸 变黑K而且上影线 连续四根黑K棒了 这该怎么办 请教的是 胡玉堂胡分医师 鸿海的部分跌到99块以下 这时候该怎么做 那华兴每天出现这种黑K棒 那是不是真的就是 这个攻击气势 常常都在五盘过后被打趴 这该怎么看 你怎么看呢 好 第一个 鸿海的部分 虽然日线看起来形态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从长线的角度去看 因为鸿海的十年线 大约在90块 然后再从过去的一个 它的走势上 都比较偏于区间性的整理 大概可能下缘 之前我们大概抓整数关卡100 虽然破了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分批低阶是OK的 为什么鸿海的走势 我觉得低阶相对于我刚刚谈到的宅板 我的观点不一样 因为毕竟宅板这种个股有时候波动大 那有时候形态的修正等等 可能幅度会比较深 但是鸿海相对来说 第一个大型股全职指标 第二个以它长期的走势来看 过往这几年 可能100元上下差不多跌到这 差不多 不敢说一定都会见到支撑 但是从过去这种长时间来讲 过去这两三年的走势 我觉得90到100 差不多已经可以视它为重要支撑区 所以我觉得来到这个位置 我不敢讲 你现在买一定是最好的时机 但是如果比较中长期在买这些 你说定存股全职指标 这个地方哪些可以低阶 除了台积电之外分批布局 我觉得鸿海也OK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你分批去买 大概我觉得支撑 我就刚刚聊到 10年线大概90元 那整数光卡100 看它短线有没有机会战回 那回到华新身上 那华新的部分我会比较保留一点 刚刚凯明也带得很清楚 这个上影线拼命流 从去年第四季11月份开始 几乎就是 冲好像又冲不再上去 跌也跌不下来 所以这个地方你去做 做这个地方去操作的话 我觉得难度比较高 因为第一个它位阶不是在低档的个股 有时候很怕那种上不去之后 我们常讲有时候盘久必跌 比较怕 不是说它一定会下来 但是冲不上去嘛 一直留上影线 你怕这个地方去接 会不会突如其来一根黑可以给你打下来 这个我觉得 相对风险就比较高了一点点 那可能操作我觉得你用 当冲隔日冲的方式去做就好 跟鸿海的操作我觉得是 比较不一样 这个部分点为投资朋友做一个参考 好这我们刚刚